小孩能听懂鱼的语言 还能与他们进行交流 此时两个小恶霸走了过来 笑话他 亚瑟居然在和鱼讲话 从未见过如此怪胎 于是两个恶霸上手就要锤打 好好地修理一下亚瑟这个怪胎 此时他们并没有发现 玻璃木墙后的鱼聚集了过来 还有一条大白鲨也游了过来 突然对玻璃墙发起了撞击 两个小恶霸愣在了原地 谁知道大白鲨根本没有停手的意思 继续撞击 水株管理的人全部给惊呆了 大白鲨怎么突然发了狂 此时只有亚瑟没有感到恐惧 他看到玻璃后的鲨鱼伸出了手 释放了某种感应能量 鲨鱼才渐渐地平静了下来 大家看到眼前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才发觉眼前的小男孩并不简单 他黄色的眼睛根本不像人类 原来他是未来的海中君主 海王亚瑟 他天生就拥有耗力大海的能力 电影是海王翼 喜欢的小伴可以去看看 未经许可,'上轻集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